请拉彩带 拉开帷幕来一乡南河村民众 期待已久的中华邮政 自动柜员机ATM 终于设置完成正式启用 村民不用再去隔壁村提款 刷存折布 不用再到行政中心 古楼村去 真的是一大福音 选择现在提前 七家 多久时间 多久从这边到七家 差不多十分钟吧 有吗 有十分钟 对长辈来说就方便很多 对对长辈很方便 我觉得蛮实用的 因为就是因为平常都是 要跑到七家去提前就隔壁村 现在南河有设的话就比较方便 搞不好有那种 就是老人家比较行动不便的话 也可以就是直接来南河提前 南河村人口数目前有1424人 老年人口比例也不少 尤其独居行动不便长辈 要外出都不方便 如果能就近使用完整除惠功能 为他们减少不少麻烦 我们南河村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大村 但是我们的老人家 要领那个老人年金 很不方便 我把这个困难 跟我们的总局 跟我们的屏东邮局讲 为了要落实普惠金融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很积极的在布建相关的ATM 那我们ATM有很多的功能 下载行动邮局 那行动邮局里面就有无卡提款的功能 你不用带卡片 带着手机就可以来我们的ATM提款 虽然邮局ATM为生活带来不少方便 不过邮局还是提醒 慎防电话诈骗 如果周边亲友有异常汇款行为 还是要主动关心及协助 元席文巴朗评论来意 长报到